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开悟即是对生命及宇宙本体实相的真实发现和举知 又称见道 也叫开心入无漏制 又名明心见性 开悟可以说是修行中的一个重要正量名词 它既是有违法和无违法的转折点 也是世间和出世间的分界点 修行者一旦开悟就等于即身证得菩萨的出国 同时在知见上与佛比肩平起 所以开悟也就是寄心成佛 那怎么样才算是开悟呢 开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 而是包括感知 思想 以及心身状态的变化在内的一个具体正经 它有着与它相应的多种形态的量的体现 开悟是修行者对自心真空法性的觉知 是一种感觉到思想认识的飞跃 这种飞跃不是通过后天思维 不是第七时的作用所能达到的 更不通过第七时所产生的意念 第六时的作用来实现 可以这么说 开悟的实现是修行者的善根 包括心身障碍的清静与客观理智的增长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结果 而且绝大多数的开悟只能在完全止息内心深处的一切造作行为 包括意识力的启动及其对所有名相的注意 及大死一回的状态下 对绝对空气的心灵进行冷静的观照方能证得 因此真正意义的开悟不仅包括支箭范围的突破 同时也是整个生理结构乃至心理结构的突变 它不仅有认识上的变化 还包括了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相应变化 如果没有这些限量变化作为基础 没有对内心过有情节造成的感觉障碍的突破 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开悟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一旦开悟 我们会出现哪些变化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一般来说 开悟只要包括以下五种变化 一 气脉变化 开悟中的气脉变化乃是开悟在本质上 不同于一般思想上的解悟和前表感觉体悟的 一个根本关键 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心轮脉结开散 第二个是业绩进入中脉 关于开悟中的气脉变化 一般佛教显宗经典在介绍这一正量时 大多只有心开二字 其内容极为简单和隐晦 譬如棱眼睛有关25位圣者悟道经验的部分 就有如下相关描述 其心豁然 心开漏镜 心得通达 然后心身一切通力 心身暖容 无碍流通 我即心开 耳识心开 自得心开等等 而在禅宗根本经典古本六祖谈经中 有关心开的内容共有六处 如心开误解 若误心开 若得心开 如物无别 会能得闻 言下心开 以念心开 出现于世 心开合物 开佛之见 相对而言 在佛教密宗的一些甚深经典 譬如大幻化网 大乐光明等有关著作 对于开悟中的气脉变化反而介绍得比较清楚 只是一般人为得灌顶许可 不能窥见其中奥妙而已 由于开悟时上述气脉变化正量的决定性存在 所以不同的佛法 修行 流派对此皆有大致统一的描述 比如入流 入心 入中 登地 童底脱落 花开见佛 等等 由于心轮打开后 修行者在的心气 何于中脉中客观存在的 与万物本体同样不二的真空体性 所以开悟 密宗又称作正乳空性 险宗则称作正佛法身 禅宗则称为开启真空如来藏 得见本来面目 二 知觉变化 开悟的知觉变化包括知觉能力的变化与觉知范围的变化 一般没有开悟的众生 他们感知能力一般是受业气支配的 其感知具有方向性 启灭性 局限性 虚幻性 藉由这种感知所获得的感觉 佛家一般称之为偏知觉 错觉 或者幻觉 对于开悟者来说 由于业气进入中脉 融入中脉 真空法性 而转变成明空智慧气 这时他们的感知能力也会发生相应的突变 即会从原来的有生灭 有方向 有障碍的感知 而转变成为恒长的 变差的 通彻无碍的感知 这也就是佛家所提倡的正觉的产生 由于正觉的获得 开悟者对心身内外的事物会感觉到特别清晰和透彻 对此 《棱岩经》的相关描述是 观见十方 精震动然 如观掌果 离构消沉 发眼清静 心见发光 光起之见 见觉明媛 见身微臣 与造世界所有微臣等无差别 心身发光 动彻无碍 十方圆明等 对此 禅宗的六祖谈经及其他有关祖师的著作中 都有大致相同的描述 例如《内外明彻》《动然明拜》《心静明》《见无碍》 《阔然迎彻周沙界》 以及《阴晚圣雪》《明月藏露》 《露丝力雪》之类的比喻等 与此相仿 在佛教密宗与净土宗中 对于开悟也各有德见明体与心地开明之说 因此 在真正的开悟者发眼中 一切事物仿佛全部是透明的 他们一般都能够无碍地观察到 心身内外存在的烦恼现象 以及一般众生的修行状态 并能有效地帮助有缘众生改变心身状态 所以 密宗又把开悟叫做正德转法伦志 这一点也是古代名师能够关机而叫的奥妙所在 禅宗之所以被称作正法眼葬的秘密原由也在于此 开悟过程中 心间脉轮的打开 乃是修行者的心身障碍心境到一定程度后 内在善根的增长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心轮的打开本质上也就是修行者心灵深处 所有的意识情节的解脱与内心烦恼的终结 由于这一关键性的变化在心轮打开的同时 开悟者的心灵会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 此时 随着液气进入中脉融入空性后 心身紧张的消除 开悟者的整个身心会立刻感觉到一种极度的轻松与喜悦 这种轻松与喜悦甚至可以弥漫到全身的每个细胞和每个毛孔 因此 在棱岩经 棱茄经等经典中 开悟所达至的见到位通常叫做极洗地 这种极洗的境界也就是隐藏于我们内心中的西方极乐世界 由于心轮麦节的开散和意气进入中脉融入空性 开悟者在开悟后的一段时间内 其内心一般都会自然安住于这种空乐之中 这时 由于心结的开散 开悟者的我直力被消除 其本身也很难生起心力或者念力来打破这种空乐 也包括难以用念力神通帮助他人 除非得更高修为的明师指点 否则很难生起大击大用 由于这种原因 开悟者的内心会长期沉浸在空乐之中 不会因一般外来刺激而隐生烦恼 这种心态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涅槃 这种自然不受外在影响的状态 也就是佛家所说的解脱和无声乏忍的状态 四 气质变化 开悟者的气质变化准确地说是一种气质引化 造成这种气质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液气从打开的心轮进入中脉融入空性 其二是心轮麦节开散后内心造作习惯的止息 其三是开悟者自信本觉能量的显现 由于上述原因 多数的开悟者在开悟之后 其心身中因妄念造作与冲突而形成的粗重 热闹 紧张的气氛 往往会顿然一扫而尽 由此而转变为清静 宽和 喜乐的气质状态 这种清静喜乐的气质 不仅能使开悟者自身时常体会到一种清静喜乐的感受 由此恒久地不离内心的自在与安乐 对于一些诚心清静开悟者的有缘人来说 这种气质往往也会显现出极大的感染作用 并使他们内心的烦恼顿归熄灭 由此转变为宁静和欢喜 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 所以开悟也被叫做灯清凉地 五 形象变化 开悟者的形象变化是由内在的气脉变化与心态变化造成的 一般来说相对小成道的开悟者而言 大成菩萨道的开悟者的相貌变化更加明显 由于心间脉结的消除 液气融入中脉空性法身 开悟者心身压力及其紧张作用的消除 以及内心造作行为的终止 开悟者心身从此进入极大的平衡状态 通常情况下 开悟者的心身状况会因此发生极大的改变 许多素疾会自然不要而育 身体健康出现明显好转 其肌肤会变得柔嫩 脸色会变得圆润 目光会变得清澈 原有性格习惯所显现的面部特征 譬如横肉 皱纹等将逐渐淡化 而部分显现出童子般向好 而且庄严的相貌特征 开悟并非神秘莫测 它是佛法修行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有着多种具体的正量体现 开悟并非高不可攀 只要善根足够 方法得当 许多人及生都可以获得 这一点 佛陀时代就有许多人 已经用事实加以证明了 开悟其所正者只是自信法身 仅仅是报身与化身修正的开始 开悟之后 显宗还要修正十个大的次第 才能圆满 禅宗还要经过向上 保刃 除袭 使剑形打成一片 才能产生大击大用 而密宗更有形形色色的 报身与化身成就法需要修正 这些都是我们修行中 所必须正视的和不断努力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悟道 如何修道 修的是什么 不认识自己 如何修自己 修的是谁 道是究竟的 彻底的 本字圆满的 道是悟的 不是修的 所谓先修行而后悟道 实际上是一种悟道 是建立在我执上的法治 谁在修 我是谁 这才是作为修行者 首要解决的问题 觉悟为本 修行为末 本末不分视为颠倒 觉悟为体 修行为用 体用一如 视为自然 觉悟是解决我是谁 修行是解决所有作为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